嘉義市推動西市政體環境提升 伴利包括 行業四路人行都改善工廷 台南県兩百十五行 北美價位的路開票 一都因為台電配合電修成儀 沒有依照市庭完成日園地 應發民眾的破關 因為市政府以及民台都市的歡迎協調 台電大營工廷四港 會配合調度立場改善 該市政府今天特別發出新聞 還有其台中央地坑合作為下次進步共同努力 已經幾六次都沒有依照信錄市庭來完成 典型的工廷雖然已經完工 卻因為電修的前線四港区域 一直都沒有回憶 而且工期營地 最新民眾破關連連 另外台南県道路開票 因為台電的電池條下地工廷 沒有在市場一來完工 在市道路工廷 一直都要提供單台 嚴重影響市民出席的安全 經由工期市政府和財政的民意代表共同貫徹 控制台電架市市民產業 共用電池應該要保障合作 不僅台電工機營入處溫柔 個案工廷四港總會合調度 漸漸來做改善 另外工期市政府也沒有出馬資質 工期市建設三百多年 市区的自來自於公算 也已經設計超過二十年 工廠老公看出 漸漸的問題無法改善 水質和水量都沒有穩定 自來自公市不正常 對抵抵抗議市 兩年一中 泰瓦等多大約八十五公里 泰瓦的比例 不到百分之百 檢查中央就是民生用水問題 提款自來自公泰瓦比例 體貸改善就強水 和工廠未接水額不足的問題 讓老公的工廠 只有一日可以泰瓦完成 水星新聞 中町村王秀蘇 和義騎 蔡宏報道 過去路山橋是一個轉彎 九十度轉彎 那我們在結彎群職 然後成為一個 可以說205公尺的新的龍山橋 把牛軸溪這個溪水能夠更順暢的快 接下來我們民眾在受淹水 或者每一次颱風一來淹水之外 希望大家走過這裡 它還有很好的觀景台 你可以慢慢地走 慢慢地散步 看到美麗的我們的河岸 水星 已經為了 越來越大